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实用电脑软件,Google Chrome浏览器。 我相信大家对Chrome浏览器都不会陌生。 但是原来Chrome浏览器里面是有一个扩充功能。 而在这个扩充功能里面,我们可以安装一些小程式, 使到个浏览器功能变得更强大。 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扩充功能是一种能够增强。 或改进浏览器功能的小型应用程式。 从而可以帮助用户提升浏览体验, 而这些扩充功能可以在Chrome网上应用商店下载。 并且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安装和管理。 常见的扩充功能类别包括有广告拦截、 社交媒体工具、生产力工具和语言翻译等等。 今次,我就会同大家分享下, 怎样在Chrome浏览器的扩充功能里面, 安装和管理程式。 首先在电脑里,用滑鼠按一下 Chrome浏览器图标。 进入浏览器页面。 然后在右上角三点位置, 按一下进入浏览器选单。 向下揀选扩充功能, 揀选Chrome网上应用商店。 然后按一下, 进入Chrome网上应用商店页面。 在里面, 我们就可以选择安装不同的扩充功能程式。 在画面上方搜索栏, 打入我们想安装的扩充功能程式。 例如今次我们想安装A-Fire浏览器安全程式。 我们就打入Athera Browser Safety。 然后按一下键盘输入键。 选择安装A-Fire浏览器。 然后按加入到Chrome浏览器。 再按加入扩充功能。 画面右手边上方, 立即出现A-Fire Browser Safety图标, 代表成功加入。 现在, 再次在右上角三点位置, 按一下, 揀选管理扩充功能。 进入管理扩充功能页面后, 在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开启或者关闭扩充功能。 而开关键, 就在每个扩充功能右下角位置。 而左下角, 就是详细资料。 按入去, 就可以看到相关扩充功能的详细资料。 按一下左上角, 向左箭嘴, 返回之前页面。 在扩充功能页面里面, 最少要有一个扩充功能程式开启。 画面由上方, 才会出现扩充功能图标。 按一下扩充功能图标。 再在扩充功能程式按一下钉选。 钉选键变为蓝色, 代表开启, 相关程式图标就会在右上角显示。 而右手边三点, 就是更多选项。 按入去就可以看到相关选项。 我们现在试试按一下, 查看网络权限。 里面可以看到, 相关扩充功能程式权限设定。 有需要时我们可以更改, 但一般使用物形设定就可以。 按一下交叉, 删除此页面。 我们现在试下, 如何移除扩充功能程式。 首先在右上角, 扩充功能图标按一下。 然后关闭该程式钉选键。 再在扩充功能程式管理页面, 关闭相关程式。 然后按一下移除键。 再按移除。 就完成移除该程式。 其实这种利用扩充程式, 加强功能方法, 同智能手机都相类似。 因为每个人需要的功能, 都未必一样, 所以设计者不会将所有功能, 都放在个浏览器或手机里面。 因为这样做会令到个软件体积很大, 同时会浪费资源。 所以按需要而安装, 就显得更适合和更有灵活性。 接着下来的视频, 我将会为大家介绍, 一些实用的扩充功能程式, 请大家密切留意。 如果大家都喜欢收看这一类的视频, 请大家留言。 分享,按赞,和订阅。 我会继续为大家发掘一些新的实用软件, 介绍给大家。 多谢大家收看,再见。